我们都知道在2010年呢 明年雪州政府 有跟Dalam购买一片土地 它这片土地是Bestari Jaya 它也是其中之一的整个土地的13块的交易 在购买这个土地方面呢 我们知道Dalam的估价是1亿3900万 就是每一亩每一亩是6万块 可是当明年雪州政府购买这个土地的时候 Bestari Jaya 它们购买的价格是比估价更高 它们购买的价格是1亿8100万 就是8万块每一亩 就是4200万比估价或者比市价更高 雪州政府的子公司上市 也是上市的公司 名字叫KHSB 根据它的经济的年度报告 在2011年 它们也有一块土地在Bestari Jaya 它的Size是4900多英亩 而根据KHSB的评估价格 在2009年 它的Bestari Jaya的价格 这个土地是每英亩 三万六千块 第一 明年雪州政府购买这个土地 每英亩是8万块 可是它的子公司 在2009年评估的价格 是三万六千块 所以如果KHSB的评估价格 是正确的 那么呢 这个Bestari Jaya的土地 购买的价格 其实是8100万 比较跟明年雪州政府 购买的价格 是1亿8100万 它的差别 是1亿100万 所以我们也要问 明年雪州政府 是怎么样达到 这个1亿8100万的价格 他们的评估 是怎么样来评估到 这个价格 刚才我们去看那个地点 也没有什么大型的发展 从2010年到现在 我也建议啦 就是明年雪州政府 可以联络农业部 来探讨 是否这些土地 因为有些是淹没在水 有些也是矿地 是否可以探讨来做养鱼 养殖业